北京时间1月13日,西超杯半决赛首场比赛,黄马对阵巴萨,结果二队90分钟内战乘2比2,随后不得不进入加时。 第98分钟,替补登场的巴尔维德攻入关键进球,帮助球队3比2决杀对手,黄马也淘汰巴萨,进入决赛。 本赛季,巴萨彻底进入重建,他们的成绩也受到了很大影响,在西甲被黄马甩开了足足17分,巴萨和这个死敌之间的差距,显而易见。 不过尽管如此,巴萨依然有在单场比赛中和黄马一决生死的能力。 上半场刚开始,黄马就掌握主动,本泽马、阿森西奥和维尼修斯这三差几,轮番考验巴萨后防。 第25分钟,场上僵局终于被打破,本泽马抢断布斯克辞后,送出直赛,维尼修斯单刀推射破门,比分变为1比0。 这位巴西天才的状态,真心火爆。 关键时刻,登贝莱和吕克德荣站了出来,半场结束前,登贝莱转中,米丽唐解为失误,直接打在吕克德荣身上,皮球也弹进了黄马大门,比分变为1比1。 不得不说,米丽唐的失误真多,之前黄马爆冷输给赫塔菲,就是他犯错,本场又帮助巴萨扳平了比分。 好在黄马的实力优势非常明显,下半场他们不断狂攻,第69分钟,莫德里奇漂亮的斜长转,找到边路的队友,随后本泽马进区内拿球摆脱抽射,可惜皮球击中力柱。 几分钟之后,本泽马终于破门,他第一次兜射被扑出,随后黄马二次进攻,本泽马门前轻松包抄,把球送进巴萨的大门,这个进球也帮助黄马2比1再度领先。 本场比赛,这位法国巨星一传一射,表现实在抢眼。不甘心失败的巴萨,随后放手一搏,他们不断通过边路冲击黄马防线,第84分钟,巴萨的船中终于开花结果,接到队友转中后,法地投球冲顶破门, 比分又变为2比2。这次防守,又是米利堂漏人,他完全放空了法地,让他在无人贴身防守的情况下,最终投球破门。 常规时间,二队占平,随后进入加时。第98分钟,场上比分再度被改写。黄马反击打穿巴萨防线,随后队友横传,进区内黄马多人包抄,最终巴尔维德推射破门,这个进球也将黄马送入决赛,而巴萨则遗憾出局。 不得不说,巴萨确实太可惜了,只要加时坚持不丢球,他们就能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,到时候胜负就难料了。 不过,从比赛过程来看,巴萨的实力确实不如黄马,对手晋级决赛也是合理结果,大家怎么看呢?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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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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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